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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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法师登坛诵经念咒 如此表演一番 也许是巧合 天宫忽然与止盈开 并放出阳光 台下成千上万的百姓与士兵 山姑万岁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唐的第四师 唐的第四师开到横山步起防线 唐的第四师开到横山步起防线 炮口直指长沙 可抗堂堂部 决定自动下台 唐生志如愿以偿当了湖南省省长 故法师得手工 唐生志刚坐上省长宝座 赵恒替得到北方军阀无配服之指 准被卷土重来 唐向广东革命政府联系求援 北伐军暂时不能出动 湖南方面 原来清照的部队蠢蠢欲动 唐生志陷入两面夹击中 听故法师记 先向吴佩父妥协 因条件泰克而破裂 唐生志与吴佩父交战 结果唐败退出长沙 正在这时 广东革命政府出兵委罚 任命唐生志为第八军军长 在张发奎 夜挺不打进湖南后 唐生志重回长沙 挂起青天白日起 从此 唐生志开始了他的纵横百合的军事生涯 故法师跟着唐生志参戴荣基 1929年冬 依附蒋介石的唐生志部 接受奖的命令讨伐冯玉祥 进展顺利 在拱县 洛阳一带击退冯部 这时故法师献祭 如今武汉空虚 何不回事武汉 升勤蒋介石 来个邪天子令诸侯 唐生志身以为然 与冯玉祥握手言和 自称护党就国军总司令 通电草蒋 唐部回石郑州 沿平汉县南下 直逼武汉 当时 武汉兵武重兵 蒋介石手蒙搅乱 如果唐部一鼓作气 蒋就会束手被刑 当时 蒋在一辆专列上指挥作战 身边警卫不多 但是乘上前进的唐部 到了雀山 驻马殿附近停了下来 这是因为故法师的意见 要等黄道极日才好开战 同时正逢漫天大雪 用兵不便 哪知蒋介石却利用这机会 分化 瓦解唐生这与冯玉祥 阎西山的联盟 驻守南阳的原来用唐桃奖的杨虎城 任警备司令 在铺天盖地的大雪中 偷袭唐生智的指挥部 这时 唐生智与故法师正在围炉赏雪 闻变后 唐顾两人从乱军中逃出 1937年11月 在日军兵临南京城下时 蒋介石命唐生智 担当守卫首都重任 顾法师与唐生智到西侠寺求千玉祥吉凶 千玉氏 先鹤出龙 凡是先凶后己 顾解释千玉 您从此可以摆脱蒋介石 飞上九重天了 结果唐丢失南京 国人纷纷要求杀唐生智以谢天下 抗战期间 一直未起 用唐 顾法师也不知所终 1937年11月11日 蒋介石第二次召集国军将领商讨保卫南京的问题 在会上 几乎所有其他将领都认为 不因死守南京 这时 唐生智站出来激昂地说 南京是我国首都 是国际观瞻所系 又是总理陵墓所在 如果弃守 可已对总理在天之灵 1937年11月17日 蒋介石第三次召集各路将领商讨保卫南京的问题 蒋说 南京是我国首都 总理陵墓所在 必须要守 然后他问在座客位 谁愿意负起防守南京的责任 然而 其他将领都默语不言 唯有唐生智站起来慷慨激昂地说 抗战以来 我们中下级干部在战场上牺牲的很多 但还没有一个高级将领为国圈须 我愿意防守南京 施与首都共存亡 于是 蒋介石就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 1937年11月20日 唐生智正式就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 在唐生智的指挥下 国军八万余人 自1937年12月4日至12日 抗击数倍余击的日军 进行了悲壮的南京保卫战 1937年12月13日 南京陷落 唐生智没有履行自己与首都共存亡的誓言 于1937年12月12日晚 乘船逃离南京 丢下几十万中国军民在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中 惨遭日军屠杀 唐生智当时主动请战的原因是什么 从他后来临阵脱逃的表现来看 根本不可能是真正的出于爱国激愤 一般的史学家认为 主要是唐生智不甘寂寞 出于公民心 当时 唐生智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训练总监 不受重用 将以此来重振旗鼓 恢复军权 据传闻 唐生智主动请战 指挥南京保卫战 其实是他听信了数十顾子彤的劝告 顾子彤告诉唐生智 唐的前生是金陵王 可当作镇南京 顾子彤的占卜结果说 日军占领上海之后 不会再向南京推进 因此 唐生智才自告奋勇 出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 这其中的如意算盘 当然是如果日军真的不进攻南京 唐生智摆见一个舍身就国的英雄美名 李军山说 民国期间 军阀多半迷气 常常依赖占卜 述神来决定行止 所以这种说法 或许有他的可信之处 唐生智当时弃成逃跑 那不叫失败 叫陵阵脱逃 一件比失败可耻一百倍的事情 在南京保卫战上 唐生智有如下错误 一 战略上错误 在国军上海战败兵败如山倒 日军气焰嚣张的情况下 提出死守南京 二 指挥系统上的错误 他一个湖南军阀 脱离军队十年多 在南京守军中没有任何根系 根本指挥不动军队 三 战雨和策略上的错误 南京保卫战第一线 第二线都失守的情况下 日军于1937年12月10日 在南京撒船单 要求守军投降 在南京明明守不住 国军丧失基本战斗力和斗志的情况下 他要么考虑率兵投降 要么弃城离去 让南京变成不设防的城市 四 仓皇出逃的错误 草草开个会 就决定撤退 没有具体落实如何撤退 谁断后 没有确定下属各部队都接到命令 没有对留下的平民如何保护 就仓皇出逃 据记载 参加卫戍区司令部撤退会议的有些国军将领 开完会就直接逃出城了 留下下属部队死守城门 造成大量无辜死亡 如果真的为了弟兄们的安全 唐生智可以决定投降 或有组织撤退 即便投降 也不会妨碍唐生智杀身成人 他可以与日军谈判 安顿好将军 然后自杀 其实 日军攻进南京后 国军将士照样被俘数万人 但是由于没有正式的投降程序 战俘得不到保护 被日军残暴杀戮无数 当然 南京死难者的罪责 应当算在日军头上 唐生智无论如何还是抗日的 但是 作为南京保卫战总指挥的唐生智 的确应当承担相当的责任 这个唐生智 是个成败将军 解放后居然当上了政协委员 不过 晚年他至少做了两件好事 一是1949年5月 唐生智领衔发表湖南各界人士 104针响应起义的通电 欲请西南 西北 迅速采取一致行动 促使和平解放 使人民免受战火 二是文化大革命中 林彪 江青反革命集团 逼他检举刘少奇 赫隆的所谓罪恶 唐生智坚决抵制 因而受到严重的摧残 于1970年4月6日癌症复发 不治而是 不过 唐生智对佛门的热情 并未因为他的多传孕欲而降低 1952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中 他和另外一个老佛弥将军陈明书 一起成为了中国佛教协会的主要发起人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